好 那麼你美國為首 26國環太平洋海戰演習 老共在什麼東海 在這裡也在演習 我們也不甘事弱 我們也有 所以我們要強化我們的陸航戰力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神音操演 從7月4號開始 連續三天在屏東舉行 我們看一下 陸航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發射響尾蛇飛彈命中目標 之後後方遼基地 立刻發射熱燕彈 進行掩護脫離戰場 火炮射擊聲響之大 引來不少民眾圍觀 大概兩個多小時 就為了看直升機 對 對 帶小朋友過來看 那有看到他打飛彈嗎 要 我覺得這應該吧 應該要 平常就是做好準備吧 陸軍航特部年度最大的演習 神音操演從4號開始 一連開始三天 在屏東九棚大沙漠 實彈射擊分為三階段 先由眼鏡蛇攻擊直升機掛載 響尾蛇飛彈 對敵機實施空中伏擊 第二階段敵軍後續兵力加入 我軍再度回擊反周波攻擊 可以看到岸邊這裡的塑膠管 還有木頭製成的靶船 成型後還會騎上顯眼的數字 就是用來模擬敵軍的登陸船艦 我方實施反周波攻擊 而這天到現場誓導的 正是上個月14號才新接任的 副參謀總長執行官鄭榮鋒 以前也是飛行員 實際發射過空對空導彈 雖然是年度操演 但軍方因應共軍威脅俱增 演其強度也同樣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今天眼鏡蛇 阿帕契都出來了 火力展示 空軍救護隊近70年來成交線 從來沒有真的去打實彈救護 今天連救護也發實彈機槍射擊 有兩架黑鷹直升機 有掩護射擊 有滯空搜救 還有機槍實彈演習 另外說北京正在 強化它的攻台能力 美國很密切的在關注 來 鳳馨 我覺得剛好我們這兩段 一邊是美國的這種最大規模的 環太平洋軍演 然後另外一邊是我們這邊的 神音操演 它其實是一個特定科目 你要說真的是一個什麼 大的戰略 戰術 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突破 我覺得都是言之過早 我未來其實 其實在台海之間 每一年的5月到10月 因為它是相對風平浪靜的時刻 因為10月到隔年的5月 其實就是東北季風的時候 就已經很不適合 任何的海上相關的演習 所以每一年5到10月 它就是一個密集的演習日 這個在密集演習期 到時候大陸會有密集的演習 台灣會有密集的演習 美國也會有密集的演習 也許還會加上 日本這些密集的演習 我覺得我們面對軍事安排 其實就是十個字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所以你說環太平洋軍演 它一定都是百分之百對準的 大陸嗎 我相信很多參加的國家 是不這麼樣子認為的 26個國家 你仔細看一下名單 有一些真的就是 因為你美國叫我了 那我就給你湊個名字 我舉個例子來講 裡面還有斯里蘭卡 大家如果關心斯里蘭卡的話 你會知道他最近 昨天才宣布 他們的學校要關閉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能源 可以讓學校開學了 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是 能源 糧食各方面的缺乏 已經到了一個殘破不堪 你真的認為他能夠派軍艦 來參與環太平洋軍演嗎 裡面還有一個是東嘉 大陸翻譯成為湯家 今年初的時候 他的火山爆發 海底火山爆發 然後導致了他整個被火山灰這樣子 遮負 請問一下是誰派軍艦去救東嘉的 是大陸派軍艦去救他的 所以你真的會覺得說他參與是說 我要來對抗大陸嗎 那裡面還有很多的 拉丁美洲的國家 然後還有包括了厄瓜多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講這一段就是說 但大陸覺得這是最壞的打算 要最好的準備 就先假定說 你們這些演習全部都是針對大陸 我來如何做準備 那台灣要怎麼去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就我們現在要想清楚 我們的上中下策 我其實這幾天就一直在想 你知道美中台的上中下策 都出現了變化 原本美中台的上策 都是維持現狀 大陸並不想要在這個時候 動武來打台灣 台灣不統不獨不武 之所以成為共識 其實也是美中台的共識 因為這是上策 大家都不要動武 美國也是如此 是一個上策 但是現在我看到越來越多 美國的這一個研究 認為當大陸的經濟快速崛起 他的綜合國力 現在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不管是經貿的 或者是金融的 或者是軍事的 全部通各個都是在第二名這樣子 他當然現在要超越美國 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但他勢頭來得太快 那對於美國來講 他覺得時間不站在他這一邊 所以他的上策還是維持現狀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如果對他來講 他的上策已經不是維持現狀 他的上策也許是 就像烏克蘭戰爭一樣 拖垮俄羅斯一樣的 拖垮大陸 那台灣的上策是什麼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去想清楚 整個局勢的重大變化 我們所有的那一種短期的操演 秀本身很好看 但是秀這件事情 你沒有後面一個大的戰略 去支撐他的時候 他更容易陷台灣於水火之中 好 那麼這個密立 密立現在是他最高 參謀事長聯席會議主席 我們參謀總長 他說中國對台灣的攻擊 並沒有說迫在美濟 立刻要打了 但是我們美國真的密切的注意 軍事能力方面 他認為中國顯然 正在發展一種能力 習近平曾經說 說要求解放軍發展 在某個時間點攻擊台灣的能力 也許我不打 但是我也有這個能力來打 建正雄 聽說你們是跟朱立倫主席 到美國去 聽說老美還是認為說 台海非常危險 甚至2025 2027有可能打 真的是這樣嗎 他們真的那麼擔心嗎 還是只是嘴巴講講而已 我就講我實際上面的 因為公開的只有三個電視訪問 加一個演講 其實有20幾場是閉門的 我必須要說 美國真的超過一半的時間 是在關心我們的國防跟防衛問題 幾乎談話的內容 然後這個裡面 他們的估算大部分 偏向就是5年之內 回答 但是前面加了一個if 如果 就是說 目前他就用2027來問你 就是說如果5年之內的話 你現在該做什麼 你能做什麼 如果2027打你 你準備好了沒有 就是這樣 對 這個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當然 我不相信是給我們 今天任何一個台灣人 你被問到的話 你當然會有很多想法 因為5年之內可以做的事情 有的時候不是很多 包括5年以後 如果真的開打 誰有哪幾個人 夠資格當參謀總長 我們都可能算得出來 換一句話說 5年之內沒有辦法建構的戰力 我們也都知道了 因為裝備沒來 你現在被美國停掉的案子 說要換買另外一個系統 我們要重新建案 不對稱戰爭 現在講究這個 我就算答應你不對稱 我重新建案 我5年之內 東西不會到 所以 能不能跟美國人講 你既然說5年 那if 那你就 你趕快把東西給我 所以現在有兩個吊詭 一個是美國提出來 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可以辯論的 鳳馨很可能很有意思 就是軍事融資 以我們台灣來講 對不對 他們從去年開始 這個可以吵很多 軍事融資台灣 軍事融資的唯一好處 就是他可以比較快的 就是說本來我們10年來拿的東西 他三年就別 其實我們並不缺那個潛質 他速度會快就是 另外一個 就是你的庫存夠不夠 尤其是烏克蘭打下去以後 你現在不是說要賣我們海馬士嗎 可是你現在要去烏克蘭 那帕拉丁你又不讓我買 所以次針其實現在也不夠 所以你不管短打長打 美國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過去兩年 他的很多製造業是慢下 速度慢下來 所以並不是說今天 我們今天要傳達給美方的意思 就是說 今天我們願意捍衛自己的家園 但是我們今天 即使把國防預算提高一倍 你的五年之內的東西不會到 我還要訓練 還要演習 還要改準則 所以最重要是維持和平 我們最大的訊息就是說 如果五年之內 我們面對是這麼艱難的情況 是不是應該讓兩岸和平 台海和平穩定 反而是政治大於軍事 要不要就跟美國人這樣講 不是我庫存 就是你庫存 如果你不能給我 你自己多自在一點 放在你那邊 到時候打仗之後支援我 免得到時候我沒有了 你也沒有了